主用真爱 为我们造一颗家 享受它 心里宁静的天堂 地方 绽放着 永远盛开温柔的光 轻轻洋溢着 温馨不朽的爱 眼中泛着 伤心失忆的泪光 心寂寞 身体悲惫 何处是依靠地方 只有家 长着永不变调的旋律 永远开启的是温暖的心门 云藏住爱的家 云藏住爱家庭的真体 多少的满园 多少是我家的家的心 与引擎 主要承受 扶持恳人的心 强调我心 燃燃尽的灰心 敌宗主教他的分享 他生命当中最大的考验 最大的考验就是他的妈妈过世了 可是他妈妈的过世呢 妈妈所做的事情 也就是帮助这个孩子 让这个孩子能够往前走 让这个孩子能够 跟随耶稣基督 能够过圣化的生活 所以这一个是圣化的家庭 那我们应该做的 所以借着这个敌宗主教 他给我们做的分享 从家庭当中提升家庭 成为一个圣家 也就是神圣的 跟天主有关系的家庭 从这地方我们也想一想 我的家庭是如何学习圣家 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 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学习圣家的榜样 我们遇到困难的事情 遇到挫折 或者是生活当中快乐当中 我们有没有想到圣家 耶稣 玛利亚 若瑟 那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 一定是爸爸 妈妈 或者是孩子 那有没有学习圣家的榜样 也就是常常是想到天主 在我们生活当中 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们跟天主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今天有好几对家庭 也要回想 你们当初结婚的时候 举行婚配盛事的时候 你们有宣誓彼此要互相的忠诚 也要忠于天主 那今天又纪念你们结婚时 你们所发的誓愿 重新在天主的面前 再一次的表达 你们很愿意彼此忠诚 那对天主的忠诚 这个其实也就是学习圣家 忠于天主彼此之间忠诚的一个最好的表现 更新婚姻生活承诺 我现在唱你 请这五对夫妇上前来点燃蜡烛 姚林申陈修明夫妇结婚五十周年 陈建仁罗凤萍夫妇结婚四十五周年 滕震陈佩芬夫妇结婚四十周年 我们特别请姚爸爸的女儿 当我们年轻人的代表 潘亮安姚佳玲夫妇结婚十周年 现在请每一对夫妇 请我们的普济园协助点燃更新承诺的蜡烛 现在请每一对夫妇 互相牵起对方的手 同时我们也请在场的夫妇起立 在场如果有夫妇一起来麻烦起立 也互相牵手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更新婚姻生活的承诺 今日你们庆祝结婚周年纪念 要记得天主借着婚姻圣事 以不可拆散的结合 把你们的生命联合在一起 现在请你们在天主的面前 更新你们互相的许诺 愿天主降福你们的婚姻蒙事 日益巩固 我们的生命联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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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上主在你们一生的岁月里,保护你们,在困难时安慰你们,在顺境时, 支持你们,愿上主的降福充满你们的家庭,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好,我们现在请这几位夫妇代表,展身面对我们所有的教友,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恭喜他们,祝恩允议。 在感谢的之前,我要特别告诉大家,我们真的很荣幸也很高兴,教宗给了我们他的特别的宗座降福。 我们在这边,大家看到,这是从罗马寄过来的。 他这里写的是,为庆祝台北圣家堂建堂七十周年,教宗方基各在仁慈圣母的带导之下,诚挚地给予台北圣家堂主任饶志成神父寄所有教育,丰富的恩宗。 台北,2022年12月30日,我们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我们来谢谢教宗给我们那么好的祝福。 谢谢。